项羽和刘邦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著名的故事 发生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前202年之间 也被称为汉楚之争 这段历史充满着战争 背叛 忠诚和勇气 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时代 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 一 两位领袖的背景 项羽 明吉 自语 赤梅军的军师本是陈渝的手下 后成为了赤梅军的将领 项羽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但他有着出众的才华和勇气 被誉为天下第一勇士 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 他的政治野心非常强烈 立志成为天下霸主 刘邦 明 英 自己 汉朝开国皇帝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 刘邦出身平民 靠着自己的勇气和才干 成为了一个小县官 他身材高大 性格豁达 深得士兵和百姓的喜爱 被誉为民族英雄 二 两位领袖的项羽 项羽和刘邦第一次相遇 是在该下之战中 当时项羽率领着楚军 刘邦率领着汉军 两军在该下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项羽本来是想要消灭刘邦 但他却被刘邦的机智和勇气所蛰伏 刘邦深谙兵法 他在该下设下了一个陷阱 成功地将项羽困在了泥潭中 当项羽沉入泥潭时 他不得不放弃了他的剑和铠甲 最终逃生 三 两位领袖的战争 在该下之战之后 项羽和刘邦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战争 这场战争一开始 项羽占据了上风 他率领楚军攻占了许多汉朝的城池 直到刘邦的兄弟刘仲被项羽所杀 才开始反败为胜 刘邦的军队在项羽占领的城池中 被迫苦苦抵抗 但刘邦并没有放弃 他通过与将领们商议 最终制定了一项计策 成功地将楚军分散 降低了其攻势 接下来 刘邦采取的战略是分兵进攻 以攻破楚军的每一个城池 逐渐削弱项羽的实力 同时 他也不断地争取人心 吸引大量的民众和将领 加入到汉朝的阵营 在战争中 项羽曾多次失败 但他从未放弃 他的战略思想非常独特 他将士兵视为自己的家人 身受士兵的爱戴 项羽也是一个善于利用敌人矛盾的将领 他曾多次挑拨刘邦与其他将领之间的矛盾 以期获得战争的优势 两位领袖的决战 最终 项羽和刘邦的决战在蓬城 金江苏省徐州市展开 在这场决战中 两军的实力相当 但刘邦的军队却迅速占据了优势 项羽多次派出精锐部队攻击刘邦的军队 但都未能取得胜利 最后 在战争的最后一刻 项羽看到自己的士兵开始萎靡 于是他亲自挥起了长枪 冲向了敌军的阵地 但他的这一举动 却让敌军认识到了他的位置 并设法将其击败 最终 在蓬城之战的惨烈交锋中 项羽军跪败 项羽也被迫投降 刘邦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帝 统一了中国 并建立了汉朝 两位领袖的命运 项羽的失败并没有让他失去尊严和勇气 他最终自闻于无疆之兵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尽管他在战争中屡屡失败 但他的勇气和斗志 至今仍是人们所敬佩的 刘邦最终成为了汉朝的开国皇帝 但他的治下并不平静 他曾多次面临叛乱和政变的威胁 但他始终保持镇定和果断 最终成功地统一了中国 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 在他统治下 汉朝经历了繁荣和稳定的时期 同时也为后来的中国政治 文化和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 不过尽管刘邦成为了汉朝的皇帝 但他也曾面临着一些内心的矛盾和挣扎 他很清楚自己是如何从一个平民变成皇帝的 因此他特别注重人民的福利 尤其是农民和平民的生计 他也非常明白 自己的执政指导需要不断完善和更新 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需求 为此他聘请了一些贤才和智者 帮助他实现他的愿景 项羽和刘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位领袖 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虽然他们的战略思想 政治理念和个人命运有所不同 但他们都为中国的统一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 项羽和刘邦的故事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和教训 他们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其军事实力 也取决于他们对人民的关心和对时代的敏感 他们的故事也提醒我们 在面对挑战和困境时 需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和战略思想 同时也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更新 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和时代的需求